大家好 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收看9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 因为保守民族性格的关系 一般华人家庭对于生死议题总是忌讳而必谈 往往也造成了遗憾 环丽县卫生局为了让民众能够以开放式的态度 面对严肃的生死课题 进而事先规划善终 特别结合环丽县妇女会 开办得失之间生命价值大拍卖的课程 县长许正伟也特地出席参加 分别与瑞岁以及环丽县姐妹们畅谈交流 认知生命的价值 一般华人家庭对于生前论及身后事项当机会 总认为是触眉头 不过卫生局与瑞岁妇女会这一场得失之间 生命价值打拍卖研习课程中 台上讲师大肆创意 台下学员们也频频发问三观大开 自己签了第二卡之后 我在意识清楚 我要再下去签 如果万一我的家属子女反悔的话 我签这份算不算数 因为我还是会开心高中去争取 去让孩子了解 病人本人的心愿是什么 尽量做到两边都要认同 为了促进民众能以更轻松的方式思考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 进而事先规划生命旅程 终点的行程 华丽县卫生局8月份引进台湾安宁招呼基金会所研发的生命价值打拍卖桌游课程 配训总之教师之后 县长许正位也特别扩大 透过华丽县部女会来和姐妹们畅谈交流 学习以开放态度来面对严肃的生死课题 其实我们常听到这个一句话 无常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珍惜 所以有一些人是这个 睡一睡就过去了 过去了 那什么 大家肯定 就这样 然后人觉得什么什么 好像什么都没有交代 那到底是 到底是善终还是终 还是我们永远还是善生 所以都要讲求圆满 无论是王者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 我们的家人 所以在用这个方式轻松 让大家了解真实每一天 由华丽县卫生局主办 华丽县妇女会承办的 德式之间神明价值打拍卖活动课程 26号分别在瑞舌乡以及玉璃镇登场 了解人生三观的意义 透过桌游活动 让大家认识并珍视自己的价值 姐妹们热烈回响 进步进展 进展 下次有机会 还要不要再办 要 确定 真的 真的 好 医疗科技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 花莲县高龄人口占比 已经突破18% 而从头陪伴姐妹们 共同学习的县长许正卫表示 希望乡亲能跳脱过去 对于讨论生命议题的顾忌 每个人都可以学习 重新思考 以最圆满的方式 让家人散终与散生 也期待未来 能有更多的专业讲师 以贴近多元文化的方式 将爱与尊重生命的课题 深入社区不落 记者时欲览 瑞瑟采访报道 吉尊重是一条 这一条